我站起身,在房中来回走了几步,我盯着第二层石匣上的石画,实在是不敢轻举妄动。 如果这预言不是幻觉而是真的,那么如果不杀掉一个人就打开第二层石匣,恶鬼马上就会现身杀死其余所有的人。 我感觉现在比踩着地雷还难受,踩上地雷了,大不了把自己炸死。 这个预言是真是假,可关系到四条人命,我实在是难以选择。 陈教授疯了,薛丽阳又有点让人怀疑,我只能跟胖子商量了。 我把我的推断都告诉了他,我明明知道他不可能帮上什么忙,但还是希望找一个人分担一下我肩头的压力。 胖子听了之后,点了点头,哦,是这么回事啊,哎呀,我明白了,哎呀,你啊,你是担心,咱们还处在那狗尾巴花造出那个假象当中,是不是啊? 哎呀,哎呀,哎呀,你早跟我说呀,就这么劈他点事,不是吗? 哎呀,立马给你解决了,我非常奇怪,哎呀,胖子,你能够分辨出来? 哎呀,胖子,这个事可是非同而戏,可不是闹着玩的啊,胖子,一招其错,咱们可就满盘皆输啊。 啊,胖子,胖子没说话,然后他抬手就给了我一个耳光,他出手很快,我没有防备,给打了个正着,我脸上火啦啦的疼。 我正要发作,却听着胖子说,怎么样,疼吗?疼,还是不疼? 我扭着手,我扭着手脸说,哎呀,那养的儿子打老子你啊,你反了你了,还疼不疼? 我打你一巴掌试试,啊,你就知道疼不疼了。 可话一说完,马上想到了,对了,要是能感觉到疼,那就不是身处幻觉之中,看来我们并没有被那尸香魔玉所控制。 我转回身,想再去逼问雪丽阳。 一眼看到,在石匣的第二层上的石画,产生了变化,我连忙过去仔细地看,却见那三幅石画在慢慢地,慢慢地,摸红,摸红,然后消失不见了。 只剩下空白的一只小石匣子。 石匣子上有盖子,封着牛皮漆,是为了长期保存里面的贵重品。 再看第一层石下,完全没有变化。 一幅幅都是先知的预言,最后,仍然是画有四个人打开第一层石匣的石画。 这是怎么回事啊,难道是有真有假? 我把胖子拉过来,让他看第二层石匣上有什么。 胖子说,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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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还是那,那三幅石画吧。 我抬手就给了他一个耳光,你再看看,那还有石画吗? 胖子捕着脸说,哎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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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现在没有了,哎,哎,那妈,真是他们活见鬼了,哎,哎,我看看,这里边是什么东西。 他说完了,伸手就把第二层石下给拉开了。 我非常吃惊地说,哎,你手也太快了,我让你看一眼,没让你干别的。 然而,在第二层石下打开之后,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我们四个人都好断断的,并没有发生什么恶鬼杀人的事件。 凭我的经验来推测,我们刚才确实是被尸香魔玉控制住了视觉。 这株魔花的力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估计,它并不是只能在鬼洞的石梁上才能制造幻觉的。 当时,我是想冲过石梁去营救萨迪鹏,然后就落入了它的幻觉的陷阱。 然后胖子和雪梁阳又把我救回来,那个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石像魔玉原本闭合在一起的花瓣全都张开,而且正对着我们。 从那个时候起,石像魔玉的幻觉的范围就扩大了。 我们的探照灯熄灭之后,就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黑蛇。 按照当时的情况判断,我们五个人,两个走不动。 在蛇群的围攻之下,竟然没有人被蛇咬到,这实在是奇迹。 现在看来,那些蛇,其实也都是虚假的幻想了。 蛇羊魔玉制造出这么多黑蛇攻击的假象,是想把我们逼进山体的缝里边,让我们自己把自己活埋。 可是没想到,我们在裂缝中越逃越远,无意中却逃进了先知的墓穴。 这个石墓花虽然厉害,但是它控制的范围毕竟有限,它离我们太远了,已经没法制造太强大的幻想了。 于是,它就改变了结构最简单的石花,用它来诱惑我们,自相残伤。 而且,这个石墓花虽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绝不是通过人的无感来制造幻觉的。 只要你看过它一眼,记住了它那妖艳的颜色,在一定的距离内,都会被它迷惑。 只是,距离越远,这种幻觉的力量就越小了。 即使最后活下了一两个人,也会因为亲手杀了自己的同伴,而精神崩溃的。 那么,精神崩溃女王的秘密就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真带毒啊。 这个时候,胖子已经把第二只石下中的东西取出来了,那是一本羊皮制成的古书。 我估计,先知的启示,以及失落的精觉古国和鬼洞的秘密都在这本树里了。 我正要瞧瞧这个羊皮侧中有些什么,却想起来,雪梨羊还被绑着,给撂在地上呢。 我就把羊皮侧放下,准备把它解开。 虽然,她梦中反复梦见鬼洞这件事蹊跷异常,但是她应该不会是被恶灵浮体的,或者妖怪女王转世。 哎呀,现在这么对待她,那实在是有点太过分了。 雪梨羊被捆翻在地,她脸上蹭了不少的灰土,再加上她的眼泪,那个脸就跟京剧的打花脸也差不多了。 她见我靠近,便生气地说, 死老虎,你快把我解开啊。 我把事情的经过对她说了一遍,一咬牙, 也打了她一个耳光,然后 把困住她双手的皮带解开了。 我说, 我,我这也是 没办法才出此下策, 要不你打我两下, 你随便打。 说完我就侧过头, 等着雪梨羊动手打我的耳瓜子。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估计她不打掉我几颗门牙, 她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没想到雪梨羊, 她擦了擦脸上的灰尘, 没动手打我, 她只是说, 现在我不想跟你计较, 这笔账以后再算, 先想办法脱身要紧。 雪梨羊 取出随身便携袋里的一个小盒子, 里面是个小小的腰丸, 她打开后, 在自己的鼻子前吸了一下, 又递给了我两片, 让我跟胖子 也分别闻一闻。 雪梨羊说, 这是一种高浓度的提炼的酒精, 这种东西气味强烈, 能够通过鼻黏膜刺激大脑神经的前夜, 使人头脑保持清醒, 可以用来辅助戒毒, 抵消毒瘾。 国外探险家去野外的时候, 都会带上几粒, 以防万一, 在饥饿疲劳的极限, 可以刺激脑神经, 不至于昏迷。 但是, 在短时间内不能多用, 否则就会产生强烈的副作用, 以至于, 对魔花的幻觉管不管用, 那我可就不得而知了。 我想, 这个尸香魔玉是通过五感来使人产生幻觉的, 而这些幻象都来自大脑中枢, 雪梨羊的这种刺激性的药物, 应该多少能起到一些克制幻觉的作用吧? 我给了胖子一颗, 自己也打开, 马上我对准鼻子一吸, 一股奇臭难闻的气息, 又冲进了鼻腔, 呛得我连声咳嗽。 不过? 飞机觉得原本发沉的头脑却轻松了许多, 十分舒服, 我说, 哎, 哎哟, 哎哟, 有这种好东西啊, 哎哟, 怎么不早点拿出来啊, 啊, 要是在食粮上给我们几粒, 嘿, 早就把那株药花, 我把它连根就给它拔了, 也不至于咱们现在给埋在这儿, 进退两难哪。 雪梨羊说, 当时你从食粮上跑回来, 说出原由, 我们才知道, 食香魔语会使人上了食粮以后产生幻觉, 随后呢, 我们就遭到了无数黑蛇的袭击, 只不过那么短短的几分钟, 更不知道那些蛇也是魔花制造出来的幻想, 另外, 我看见那些湿香魔语啊, 也不会那么简单, 它有一种直指人心的魔力, 要是离得太近, 我想这种药物也不会起太大的作用的。 进入先生墓穴的五个人, 只有陈、叶二人深知不清, 一个是受了刺激, 另一个是昏迷不醒, 现在呢, 叶乙信已经死了, 陈教授疯疯癫癫, 他不会被食香魔语迷惑了, 他的样子让我们联想到, 之前曾进入过, 惊绝古城遗迹的英国探险队, 那支探险队唯一的幸存者, 是个疯癫癫癫, 他肯定也是见到了他的同伴们自相残杀的惨状, 受了过度的刺激。 而陈教授, 则是犹豫在一天之内, 心情大起大落, 先是伤心助手好爱国之死, 又在惊绝遗迹中, 找到了一个又惊又喜的重大的发现, 突然他又见到了自己的两个学生惨死了。 这样的大喜大悲对人的神经的打击那是非常大的, 更何况他年事已高, 终于精神崩溃, 彻底的疯了。 想到这儿, 我表情沉重地点了点头, 对薛丽阳说, 这死人花啊, 他还真有两下子, 还好啊, 咱们之间呢, 亲密团结, 这才不至于中了他的离间之计, 没有出现自相残杀的惨剧, 现在想想还真后怕呀, 不过, 总算是先圣保佑啊, 没有酿成大错啊。 雪丽阳忽然把脸一沉爽, 胡八一, 胡八一啊, 你也太奸华了吧, 你把自己的过错推得一干二净, 你知道我有多心愿你, 可是你不仅骗我, 不通我讲实话, 还怀疑我是, 是, 是妖怪, 你没有想过我是什么感受吗? 你知道, 被你们两个坏蛋像绑牲口一样的给绑住, 等着你们的审论和宰杀, 是什么感受吗? 我捂着脑袋说, 不是, 我说不好, 我头疼了, 我头疼了, 我得先坐下休息一会儿, 我说胖啊, 哎, 哎,哎,哎, 你赶快拿那本先生的羊皮册子给杨大小姐干, 哎, 有没有什么脱困的良策呀? 说完了, 我姐姐溜到了陈教授的旁边, 再也不敢和薛丽阳说话了, 还好这个薛丽阳毕竟不是那种得理不饶人的女人, 她见我溜开了, 也就不再追究了, 她端起了先生的羊皮骨侧, 一夜一夜地翻看, 我暗暗叫苦, 哎呀, 以这个薛丽阳的个性, 她以后肯定饶不了我, 哎, 今天的事可是做绝了, 还死了这么多人, 我跟胖子这笔辛苦钱啊, 肯定是泡汤了, 哎, 哎, 老胡, 怎么如此的命苦呢, 嗯, 这喝口凉水都塞呀, 我又好奇, 那边骨侧中有什么内容啊, 见雪丽阳的神色, 一脸的凝重, 瞧不出来是喜还是忧, 先生既然能够遇见到我们会来到他的墓穴并且打开石峡, 那么他一定会给我们留下一些东西, 那是什么东西呢, 我再也按捺不住了, 我说, 我说, 哎, 这, 这小孩子先生的书中是什么内容啊, 雪丽阳手捧着羊皮骨册, 边看边说, 都是先生画的图画, 似乎有很多的关于鬼洞的内容, 我呀, 我这辈子都不想再回什么鬼洞了, 最重要的是有没有出路, 但是又不好催促雪丽阳, 我只能耐着性子听他说, 雪丽阳说, 从头看哪, 才能搞清楚来龙去脉, 否则最后的图画未必能够解读出来, 那, 这开头的部分是讲, 古西域有一座神山, 也就是咱们现在所处的扎格拉玛山, 这座山四周河道密布, 洞植物繁多, 这里居住着四个部落, 我跟胖子对看了一眼, 心里说, 这美国牛还要从头开始讲啊, 这真够急人的呀, 我们俩心急如焚, 我们就想赶紧知道怎么才能离开这宅小压抑的墓室, 然而却都不敢开口,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我们急得是坐立不须, 我看了胖子一眼, 哎, 我们俩真是心急如焚啊, 我, 我们想赶紧知道怎么样才能离开这宅小而压抑的墓室, 可全都不敢开口,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急得是坐立不安, 这个时候, 直听雪里扬继续说, 好景不长, 人们在扎格拉玛山中发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洞穴, 没有人能下到洞底, 所有的人都想搞清楚那洞中是个什么样的世界, 四个部落中有一位大祭祀, 他命人造了一只玉石眼球, 希望能够通过真神的力量来看清这个无底洞是吉祥的还是邪恶的, 随着一次大型的祭奠, 不但没有看清这无底洞下有什么东西, 反而招惹的灾难开始降临了, 首先是大祭祀, 双眼暴芒死于非命, 随后附近出现了一种威胁人处安全的怪蛇, 这种蛇的数量非常多, 他们的头上都长着一只怪眼, 毒性猛烈, 他们害死了无数的人畜, 四个部落推举出两位被真神眷顾的圣者, 带着部族中的勇士杀死了木蛇, 这是一只长着人手蛇身并有四肢的怪物, 它会孵出眼球一样的卵, 每只卵可以铲出数百条怪蛇, 如果认其繁衍, 后果不堪设想, 我和胖子听到这儿都惊其不已, 我这个怪怪啊, 这古代还真有这么一种长了人头的怪蛇呀, 还好咱们没宇宙, 不然还真不好对付, 学历阳说, 想必先圣除蛇, 却有其事, 不过, 人手蛇身的蛇兽却未必真有, 古代人通常都会对重要的事件进行过度的神话渲染, 就像中国的炎帝皇帝与持有之间的战争, 那也许只不过是部族之间数百人的戒斗, 但是在古代的记载呢, 就被描画成波澜壮阔, 甚至连众神百兽都加入进去的超级大战了, 我竖起了大拇指, 说, 哎, 果然是高剑, 高剑, 那么, 后事怎么样, 可可否尽快分解呀, 雪丽扬白了我眼前去说, 蛇兽被骚当干净, 先生把蛇群的尸体扔进了扎格拉玛山下的无底洞, 圣者通过神语得知, 这个洞穴是一个灾祸之洞, 而玉石眼球呢, 却已经开启了灾祸的大门, 在这之后啊, 其中一个部落里诞生了先知, 也就是这位拥有预言能力的小孩, 嗯, 再接下来, 就是先知对扎格拉玛山以后的预言了, 部族中的先生死后, 就被埋葬在了扎格拉玛山, 先知通过仪式能够预言几千年之后的重大事件, 但是其范围仅限于扎格拉玛山附近, 这可能是由于部族中被视为神一样的先生埋葬在这里, 先知的能力都是被两位先生和真神所赐予的, 总算是到正地儿了, 我仔细听着雪丽扬的话, 能不能从这个鬼地方出去呢? 那就看先知是怎么预言的了, 生存或者是死亡, 这样的答案即将揭晓了, 我的心跳得稍微有些快, 我听见雪丽扬继续说, 别这么紧张, 刚才我翻了一遍, 后边好像有启示可以让咱们离开扎格拉玛, 不过需要结合前面的内容参详, 别急, 咱们一步一步地来, 就在全身贯注的时候, 突然陈教授瞪起了双眼指着雪丽扬手中的羊皮骨侧说, 千万不要看后边的内容啊! 陈教授的声音变得非常地尖锐刺耳, 牧师内本来就狭窄, 他的声音更显得凄厉异常, 我们三个人想, 他, 他不是疯了吗? 怎么, 怎么突然之间, 他的声音也改变了呢? 我连连晃动陈教授的肩膀, 想让他清醒一点, 谁知道他的喊声却越来越大, 他挥舞着双臂说, 不要出去啊, 不要出去啊, 他便喊便拼命地拉扯着我的胳膊, 我担心陈教授风风颠颠地会做出什么威胁到大伙儿的安全的举动, 便让胖子过来帮忙, 和我一起把陈教授摁倒在地上, 雪丽阳怕我们俩弄伤了陈教授, 急忙过来阻止, 那只陈教授将他过来, 忽然伸出了手臂, 他夺过了雪丽阳手中的羊皮骨侧, 他扯掉最后一页, 他张嘴就咬, 那几千年前的羊皮是何等的骨臼啊, 自然是咬不动的, 陈教授却不管不顾, 只是一个劲儿地把羊皮塞进嘴里头, 使劲儿地嚼啊, 嚼啊, 陈教授受了刺激之后, 又吃又傻, 他怎么会突然变得如此歇斯蒂里呢? 神经崩溃的人是不可能再受魔玉花的幻觉控制啊, 难道教授是被恶灵附体了? 他是不想让我们离开这儿逃生? 胖子把教授嘴里的羊皮扯出来, 羊皮倒没事, 陈教授的嘴里边已经满是鲜血了, 为了预防万一, 我们只好把他暂时捆起来了, 我最关心的羊皮策的最后一页没有损害, 倘若有逃出的办法, 应该就在这最后一页, 要是被陈教授给搅坏了, 那可就难办了。 最后一页羊皮策上, 沾了不少陈教授的口水, 还有他牙床上的血迹, 却没有任何图案和符号, 一片空白, 我对徐立阳说, 哎呀, 糟了, 你看, 这仙智的预言, 让他给舔没了。 徐立阳说, 先别担心, 仙智的羊皮策的最后一页, 本来就什么内容都没有, 啊? 我对自己刚才的惊慌失措有些后悔, 今天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处处都不顺, 搞得我是心浮气躁的, 我说什么都冷静不下来, 我总觉得这牧室里, 这就是有什么地方, 它不对, 不过, 先知的预言, 精确无比, 他自然也会料到了, 疯了的陈教授会做出什么举动, 所以, 这个羊皮策的最后一页是空白的。 哎呀, 这样看起来, 我们在这时事中的一举一动, 都早已经是注定会发生的事儿啊, 那多想也没用啊, 于是干脆就横下心, 顺其自然好了, 我和胖子夹着陈教授坐下, 让薛丽阳接着刚才的内容讲, 陈教授被我们俩夹在中间, 动弹不得, 他只是不停地挣扎, 却不再喊了。 薛丽阳继续讲解着羊皮策中的预言, 陈教授在他死后的八百年, 他的部族早已经为了躲避灾难, 迁徙到了遥远的东方, 而扎格拉玛山又迎来了一个新的部落, 这个部落来自西边的沙漠, 这个部落在山中发现了鬼洞, 部族中的巫师宣称, 这里是魔神居住的场所, 这个部族便是金爵国的前身, 金爵女王长了一只能够看到阴间的鬼眼, 他掌握了用预言忌器, 召唤黑蛇恶灵的意识, 用此征服了周边的十一个邻国, 他们的这些暴行激怒了真神, 真神把这座山连同附近的地狱都交给了魔鬼, 沙漠吞没了他们的城市, 这个国家所有的人, 处以及鬼洞中黑蛇的恶灵, 都将被深深地埋入地下, 胖子焦躁起来, 他再也按捺不住, 他催促雪梨阳赶快说后边的内容, 早一刻离开这压抑的墓穴呀, 薛丽阳说, 最后就是对咱们这些进入先知墓室的四个人的气势了, 其实中于是会有四个幸存者因为山体崩裂而进入墓室, 其中的一个人是先生部族中的后裔, 我非常吃惊, 什么, 什么, 后裔, 那是不是就是只拥有以前的那个远古不足的血统啊, 那既然没有具体说是谁, 我想还是你, 你的可能性最大吧, 那否则我跟胖子怎么没有梦到过来鬼洞呢, 而且你可能还继承了一些你们那个不足的预感的能力, 你提前见到了将来你注定会去的地方啊, 胖子也赞同说, 没错啊, 绝对就是杨大小姐了, 老胡, 咱们俩呀, 以前没注意, 你看没有, 就他这鼻子有点阴沟, 他这眼睛啊, 也稍微有点发蓝, 咱还以为他在美国待长了呢, 现在看起来呀, 他还是继承了他祖先的血统, 打个儿啊, 他就不是咱们中国人, 我怕胖子说话太重, 又把血里羊给惹急了, 我连忙说, 这身世啊, 这真够离奇的啊, 不过, 不过你怎么又姓杨了呢, 血里羊有点无法接受这件事情, 他摇着头说, 不知道啊, 我家中历代都是华人呢, 也许是我母亲那边的血缘, 我外公的阴沟鼻子就比较明显, 不过, 不管先知启示度中所说的后裔是谁, 现在都不重要了, 当务之急是必须尽快地离开这儿, 后边的启示中显示, 先生会为本族的后代指点出一条逃生的道路, 但是, 千万不要将羊皮侧子掉落在地上, 羊皮侧子掉在地上之时, 便是杀暴开始之时, 届时皇上将再次吞没精诀苦成和扎格拉玛, 而这神山将再一次被沙海所掩埋, 直到时间的尽头, 我赶紧提醒雪梁说, 哎哟, 这个千万别让这侧子掉地上, 要不然会立刻刮起大沙暴, 没等咱们离开呢, 就连同这神山一起给埋在地底下了, 这在后边还有什么内容啊, 雪梨阳说, 这就是最后一部分, 后边没有了, 先生会指点一条逃生的道路, 你看看, 先生遗海上有没有什么线索呢, 说完了, 他把身上的便携包打开, 准备把羊皮刺装进去, 以防万一, 而正在这个时候, 原本被我和胖子两个人夹在中间的陈教授, 突然生出了一股怪力, 他怪叫着挣脱开来, 他冲向了雪梨阳, 只见他高声地尖叫着, 永远你别想离开, 我们三个人被陈教授的这个叫声给震住了, 并不是因为他汉教的声音刺耳, 这个时候听得分明, 陈教授七弟的叫声, 与刚刚死去的叶异星, 好像好像啊, 趁着我们俩还没有反应过来的这一两秒钟, 陈教授, 一阳手, 把雪梨阳手中的羊皮策给打落了, 事出突然, 只能一齐招应变了, 是生是死, 往往就在一念之间, 我抬脚便踢向, 即将垂直落在地上的羊皮策, 把他像个皮球一样横向, 踢出去了, 羊皮策被我踢出去的方向, 刚好是胖子站的位置, 胖子也不敢怠慢, 奈何羊皮策的飞行轨迹太低, 他来不及弯下腰去接, 也只能是用脚再次把他踢开, 不敢让他落地, 这牧室内本来就狭窄低哀, 这两下, 就好像耍杂技一样, 所有人的心都踢到嗓子眼了, 可能是由于肾上腺素的原因吧, 这几秒钟, 时间仿佛都静止了, 胖子这脚把羊皮骨侧又给踢起来了, 斜斜地向上, 直奔雪丽羊的面门飞过来, 眼看着雪丽羊就要伸手接住了, 陈教授突然一伸手, 赶在他的前面, 抓住了羊皮策, 顺势就要再次往地上摔, 这个时候, 只见一个宽大的人影, 揉身直上, 把陈教授扑倒在地, 原来是胖子见形势不妙, 使出了被视为禁忌的终极绝忌, 重型肉盾, 他一下就扑倒了陈教授, 我也连忙赶到了近前, 匹首夺过了陈教授手中的定时炸弹, 这个本能, 决定众人命运的羊皮策, 终于没有掉在地上, 我匹首夺过了陈教授手中的定时炸弹, 这本能够决定众人命运的羊皮策, 终于没有掉在地上, 四个人好不容易从刚才那一番慌乱中平静下来, 想起先知的启示, 说是会给我们指点一条逃生的道路的, 于是就围在了先知的遗害前, 仔仔细细地查看, 唯恐遗漏下一丝一毫的线索, 可是看了数遍却毫无发现, 这个先知的尸体上没有任何提示性的符号, 图画, 文字, 是没有啊, 胖子急不可耐, 动手在先知的遗骨中摸了个遍, 仍然是什么也没有, 先知的遗害成坐姿, 他盘腿而坐, 他的一只手搭在石峡旁, 另一只手平放在膝前, 他甚至连个纸饰的手势都没有啊, 他身上除了腐朽成粉末的衣服, 而且他只裹了一张羊皮, 其他更无遗物啊, 我又搜寻了四周, 看有没有什么机关暗道, 然而这母石是在山石中掏出来的, 这四壁都是碗石, 个别的地方有些细小的缝隙, 伸手试试能够感觉到一丝一丝的凉风, 看来这牧师离山顶已经不远了, 但是没有炸药, 没有工具, 想在山石中开出一条逃生的道路, 那简直是比登天还难, 这间牧师唯一的入口就是我们进来的那个裂缝, 而这条道路又已经被碎石堵死了, 想返回去找木道, 那是绝无可能, 三个人急得是团团乱转的, 忽然觉得脚下一阵晃动, 耳中只听一阵细微的破裂声从山地中传出来, 那声音越来越响, 地面的震动也随着加剧, 一阵强烈的晃动, 牧师中裂出了三条大疯子, 一条在地面上, 另外两条, 一左一右, 刚好在牧师的两侧, 高、 矮、 宽、 宅、 都可以容得下人通过, 胖子说, 骂子三选一啊, 这小孩先知可耍咱们, 咱们, 要不咱们一人一边吧, 要出去一个也比都埋在这里头强啊, 月立阳指着先知的尸骨说, 先知, 先知已经给咱们, 知名道路了, 我和胖子低头一看, 地上裂开的大方, 石石瞎子已经陷进去了一半, 先知的尸骨, 也歪在了一旁, 他右手的手指, 刚好指着牧师, 左侧, 裂开的那个大方, 我们连忙跪下磕头, 我们感谢先知先生的保佑, 这个时候, 从牧师上边落下的碎石越来越多了, 轰隆之声不绝于耳, 牧师中已经无法立足了, 我让胖子扛起了陈教授, 我和雪立阳抬上了叶异心, 从牧师墙壁左侧的裂缝中钻了进去, 没走出了几步, 一阵白光耀眼生花, 我们的头上出现了久违的天空, 胖子蹲下身去, 雪立阳踩着他的肩膀先爬上去了, 又找葫芦画瓢把陈教授也弄上去了, 我让胖子先上去, 然后扔下一根绳子, 好把叶异心的尸体拉上去, 不能就这么把它永远埋在这山里啊, 胖子爬起来比较吃力, 我在底下拖, 雪立阳在上面拽, 费了好大的力气才爬上去, 这个时候, 我身后的尸笔轰一声巨响, 吓了我一跳, 回头向后一看, 只见身后的山体正在向后边塌险, 整个扎格拉玛山裂成了两半, 鬼洞上巨大的圆弧形的顶壁, 承受不住, 正在不断地塌落, 把安放玉拟棺木的石粮, 连同尸香魔玉, 以及无数的财宝, 巨洞石人像, 都砸落进了无敌的鬼洞, 鬼洞中正流出了一股黑水, 掉进去的东西立刻便被黑水淹没, 黑色的山体, 漆黑的洞穴, 身后的大地像是魔鬼, 张开了黑洞洞的打嘴, 正在吞噬着山腹中的衣血, 我一只手紧紧地抓住了石笔, 我另一只手抱住了叶欣的尸体, 我不敢稍微动弹一点, 我唯恐也随着身后坍塌的山体 落进这鬼洞, 胖子在上面焦急地大声喊, 老虎, 老虎你快爬上来呀, 你别管那小妞了, 咱们现在顾不上死人了, 我本想, 怎么着, 也得把叶欣欣的尸体带回去, 这个时候, 抱着叶欣欣的左手已经是又酸又麻了, 看来, 要是不松手的话, 我, 我也得跟着他掉下去了, 我只好封开了手臂, 没想到, 叶欣欣的胳膊挂在, 在了我的便携袋上, 被叶欣欣几十斤的分量往下一坠, 便携袋被挂开了一个口子, 先知的羊皮起尸路打着滚, 同叶欣欣的尸体一起掉落到了山下, 我眼睁睁地看着羊皮策落到了山下, 我心中懊恼不已, 先知的预言很明确, 羊皮策落地之时, 就会发生一场吞没扎格拉玛山的沙暴,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谁知死只好听天由命了, 我挣扎着想爬上山顶, 但是我脚下力足的山石已经崩塌了, 我只能凭双手的力量死死地扒住山体, 我没法回头去看, 不过即使能够回头我也不想看, 说不定一害怕我手上抓不牢, 我就得掉下这万丈的鬼洞, 胖子和薛丽阳想伸手把我拽上来, 又距离稍远够不着, 眼见山体的裂痕在扩张, 整座山转眼就会坍塌, 手边没有绳索, 他们只好解些腰带垂下来, 我被上边的两个人一招呼, 拉住胖子的皮带, 爬上了山体, 大漠中的落日已经变得模糊了, 一阵阵夹带着细沙的微风刮过, 天地间笼罩着一层不祥的阴影, 安利曼老汉以前曾经说过, 这种风那是黑沙暴即将到来的信号, 先知预言中扎格拉玛的末日终于来临了, 我和胖子夹起了陈教授, 拖着拽着往山下跑, 靠近惊绝古城的那一面山体已经完全崩塌了, 那板结中空的巨大的山体刚好盖在了鬼洞的上边, 把洞口永远的封堵了, 我们下山的这一侧是扎格拉玛山谷的入口, 我们本想下来之后就穿过山谷去与安利曼的驼队会合, 然而沙暴已经开始了, 如果没有骆驼的话, 仅凭着十一号那是跑不出去的, 没想到刚一到山下, 便听山谷中提声传动, 安利曼老汉神色慌张, 正大声地吆喝着驱赶着骆驼往外跑呢, 胖子大骂, 老头, 老头, 你跑什么, 你发的事都是放屁啊, 我们也顾不上跟他多说, 把陈教授抬上了骆驼, 也各自找了一匹爬上去, 安利曼还追问着其余的人到哪去遇了, 我说, 别提了, 倒霉了, 现在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 哪能躲避大风暴啊, 啊, 你, 你赶快带着大伙往那儿跑, 天空已经完全陷入了黑暗了, 这次刮的是旋风, 风眼好像就是山中的鬼洞, 风力正在逐渐地加强, 脸被沙子刮得生疼, 安利曼老汉打了一声长长的呼哨, 他骑着头鹿当先引路, 带着驼队向西奔跑, 刚开始听见身后传来一阵阵奇异的响声, 那声音像是鬼哭狼嚎, 又像是大海扬波, 瞬间狂风打坐, 裹挟着沙尘的枪风铺天盖地, 假之天黑能见度低到了极点, 虽然用头巾遮住了脸, 仍然会觉得有无数的杀石, 关进你的耳朵和鼻子, 跑出去很大的一段距离, 骆驼们渐渐地不听指挥了, 安利曼让驼队停下来, 这时候谁说什么全都听不见了, 他打了几个手势, 就把受惊的骆驼聚拢成一圈, 我看他的意思可能是说再跑下去, 这驼队就真要跑散了, 队伍一旦散开, 那就谁都没有生存下去的可能了, 现在只好是原地筑起防沙墙, 人躲在骆驼中间, 我向他点了点头, 我表示明白了, 我让雪立扬把陈教授裹在毯子里, 就地躲避沙坡, 我和胖子拼了命的缠沙子, 在骆驼的周围筑起了一道简易的防沙墙, 然后用毯子把骆驼的眼睛都蒙上, 防止他们受惊逃窜, 众人也各自裹上毯子, 围在立起, 好在已经离开了风沿, 沙暴边缘地带的风沙已经如此厉害了, 在风沿中心, 说不定能把人撕成碎片的, 一直到第二天上午风沙才渐渐地平息, 我们这一夜不停地挖, 防沙墙, 早已经是精疲力尽了, 沙暴已过, 这才敢站起来抬头往外看, 我们看到, 周围都是波浪一样起伏的沙丘, 皇上被风吹出了一条一条, 凝固的波纹, 惊绝古城, 黑色的扎格拉玛神山, 女王的官国, 诗香魔玉, 先知与先圣的墓穴, 连同古代那些不为人知的无数的秘密, 还有, 好哀过, 叶一心, 初见撒地棚, 这一切一切, 都永远被埋在这黄沙的身处, 这个时候陈教授也从毯子里探出了他脑袋, 他看着天空傻笑, 雪立扬过去把陈教授头上的沙子给淡去, 安丽满子跪在地上祈祷, 感谢着胡大的仁慈, 胖子把所有的行囊翻开去找水, 然而却一无所获, 冲我一摊手, 做了个无可奈何的表情, 我也无可奈何地摇了头, 光顾着逃命了, 根本就没有想起来水的事儿, 而且, 早在七天前就越过了安前返回点了, 现在想回去谈何容易啊, 去往自都暗河的通道也已经被彻底地埋住了, 凭我们这么几个人是不可能挖开, 一滴水都没有, 这样在沙漠中恐怕坚持不了一天, 喝闲杀窝子水, 喝骆驼的血, 那不是办法, 一想到活活渴死在沙漠中的惨状, 便觉得还不如在鬼洞中死来得痛快, 在沙漠中如果没有水呢, 就像是活人被抽干了血, 众人都是一筹莫展坐在原地发呆, 忽然听见安利曼, 熬得一声大叫, 胡大的死者, 只见离我们不远的沙坡上, 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影子, 我以为我是又渴又恶我的眼睛花了, 我赶紧揉了手眼睛仔细去看, 原来是我们先前到西叶城之前见到过的那封白骆驼, 他正在悠闲地在沙丘上散着步, 慢慢地朝西方走去, 安利曼老汉此时激动无比, 他话都说不利索了, 白骆驼出现在受诅咒的黑沙漠, 这说明古老的诅咒已经消失了, 胡大又收回了这片沙漠, 跟着, 跟着胡大的使者, 一定可以找到水, 我也不知道这个老头说的是真还是假, 上次还说进沙漠的旅人见到白骆驼便会一路平安吉祥, 现在又说什么沙漠中的诅咒消失了, 哎呀, 不过这个时候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 跟着白骆驼, 万一要是真能找到水呢, 当下赶紧把群驼整队, 我们跟在白骆驼的后边, 那封高大的白骆驼在落日下走得不紧不慢, 一直走了三四个小时, 我们转过了一道长长的沙凉, 果然, 出现了一处极小的水洼, 水洼四周长着一些沙鸡, 水不算清澈, 可能含有少量的矿物质, 动物可以直接喝, 但是, 人却不能直接地引用, 骆驼们都迫不及待地去喝水, 雪丽扬找了一些消毒片, 先把水装进了过滤器跟过滤, 然后再加入消毒片, 这才分给众人淫, 这处水洼可能是磁毒暗河的滞流, 由于夜间沙漠的移动, 使得这比较接近地面的河水渗出了一部分, 在水瓦边胜利对火, 然后吃了一点干粮, 我没把最后爬上山顶的时候, 后背好像有人拉扯的事告诉他们, 这件事似真似幻, 让这个诗香魔语给折腾的, 我都分不清真假了, 别说最后这件事, 不过整个, 整个在惊觉古城以及鬼洞中的经历, 这真实和虚幻已经没有明显的界限了, 我和胖子谈论起来, 在扎格拉玛山的遭遇, 这简直就像是一场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噩梦, 胖子说, 这狗一般真他妈厉害, 说不定咱们根本就没进过惊觉古城, 这这这一切就都是那鬼花造出来的幻象呢, 始终没这么说话的雪里扬这时候说, 不是, 现在脱离了险境再回过头去仔细想一想, 诗香魔语幻想的特点, 那还是很明显的, 它只能利用已经存在于咱们脑海中的记忆, 却不能制造出咱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女王的棺果, 鬼洞, 先知的墓室, 寓言, 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 黑蛇咱们先前也见到过, 引诱咱们自相残杀的寓言石画, 第一层石峡上的是真实的, 因为咱们看过了第一层的寓言, 所以, 始香魔语才能在第二层石峡上造出幻想, 我对雪里扬说, 英雄所见略同,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只是不敢肯定, 所以呢, 我就一直就没有说出来, 咱们现在是不是伤了一下, 怎么才能够走出这沙漠呀, 雪里扬说, 这就有老藩安利满老爷爷了, 他是沙漠中的活地徒, 咱们不妨先听听他的意见, 安利满见老板发了话, 便用手在沙子上画了几下, 这一片是咱们现在大致的位置, 现在看来, 向东, 南, 北, 三个方向都不好走, 唯一剩下, 西面, 一直向西是塔里木河, 沙漠中最大的内陆河, 从咱们现在的位置出发, 走得快的话, 大约用十天就可以到塔里木河了, 伊尔强河, 河田河的, 三河交汇的地方, 到了那儿就好办了, 再补充一次清水, 继续向西走上六七天, 就离阿克苏不远了, 那附近有部队, 还有油田, 咱们可以请他们帮忙, 我们现在最缺乏的水补充足了, 差不多可以维持十天, 食品呢, 还有一些, 在沙漠里水比吃的重要, 实在没有吃的还可以吃骆驼吗, 把沙漠里的水一点一点的过滤, 储备起来, 足足用了一天的时间, 然后按计划动身出发了, 终于在第十二天, 走到了塔利木河, 然后继续西行, 在第三天, 遇到了进沙漠, 打黄羊的游天宫人, 这个时候陈教授已经就生了一口气了, 从沙漠深处, 死里逃生, 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心情, 哎, 那不是生活在正常环境中的人能够轻易体会得到的, 不过从那以后啊, 我养成了一个习惯, 要是在家里喝水, 不管它多大的杯, 我总是一口气就把它喝得一滴都不剩, 我总是优独播剧场, 我总是优独播剧场,